好,在知识节点的部分呢,演化理论这里我们会介绍几个主题 一开始我们会介绍中古世纪的世界观 包含了西方的神创润以及东方的旁古和女娃造人 接下来到了19世纪初的时候有了拉马克的理论 所以我们会详细介绍用尽废退这个理论的基础 以及呢,魏斯曼后来呢是如何做什么样的实验来推翻用尽废退的理论 接下来是达尔文的理论 我们会先介绍达尔文个人的背景 以及他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如何孕育出天则说 最后会详细介绍现代天则说的内容 好,那之后我们会再比较 用尽废退说和天则说两个理论的不同之处跟相同的地方 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拉马克的理论 拉马克呢,是整个演化理论的先驱 也就是说他认为生物是会演化的 会逐渐改变的 那他是19世纪初法国的生物学家 那他的理论叫做用尽废退说 用尽废退里面其中有几个重点 我们一起来看 第一个,他说呢 生物的祖先是自然发生而来的 接下来呢 每一个物种都会逐渐遵循着他自己的演化路线 慢慢的产生特征的改变 不断累积形成现在的物种 所以物种是会逐渐改变他的样貌的 所以他是一个演化的理论 那其中呢 他这样子的理论里面的论述 不同的物种之间就不会有演化的关系 也就是说 现在的长颈鹿是从以前的长颈鹿逐渐改变而成 而现在的老鼠是从以前的老鼠的样貌不断改变 变成现在老鼠的样貌 而老鼠跟长颈鹿之间呢 是没有任何演化关系 物种之间是独立演化的 再来第二点 用尽废退会在世代之间发生 在世代间发生的意思是说 今天呢 比如说一只短脖子的长颈鹿 以前的长颈鹿脖子是比较短的 他这一生为了要吃树梢上的叶子 不断努力的伸长他的脖子 随着他这一辈子之间脖子伸长了10公分 接下来他生了小孩之后 他的小孩脖子就 一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是 多加了10公分的脖子 然后他又不断的努力 所以脖子又可以再伸长 所以他后来就伸长了20公分的脖子 不断使用的特征就越来越进步 而这个进步会在世代间发生 爸爸脖子伸长了 我脖子也会变长 然后我再不断的努力 有更加的用劲 那如果不用的话呢 则会退化 好 那这个 这样子用进费退的理论呢 说明这些特征的改变 是有方向性的 好 我为了要达到某一个目的 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去改变 是有方向性的变化 再来演化的方向呢 会受到环境的影响 因为我这些改变 特征的改变 都是为了要适应环境 我才有办法活下来 所以生物是主动的去适应环境 产生改变 所以它都是受到环境的影响 最后呢 也是拉马克理论里面 一个关键的重点 是获得性特征的遗传 这是刚才长颈鹿的例子 我后天获得了脖子 加长10公分这样子的特征 而这个特征是 可以遗传给小孩 所以小孩一出生 就比本来旧的长颈鹿脖子 多10公分 这叫获得性遗传 也因为有获得性遗传 所以用进费退 才会在世代之间发生 好 那我们接下来用 长颈鹿脖子的演化 来重新看一次拉马克的理论 所以很久以前 自然发生的长颈鹿 其实脖子是比较短的 那后来呢 这个平地的叶子吃光之后 只剩下树上的叶子 比较多可以吃 所以长颈鹿为了适应 这个环境的特征 也就是树上的叶子比较多 所以它会不断努力的伸长脖子 那只伸长了一点点 但是它生下来的小孩 脖子就开始变长 那脖子逐渐的变长之后呢 下一世代 或者再多好几个世代之后 长颈鹿脖子有一点长长了 但也许还是不够 所以它们又不断的在努力 在世代之间 获得了脖子慢慢逐渐变长的特征 而不断的在世代之间累积 最后呢 长颈鹿的脖子就长到了够长的长度 也就是现在的样子 然后就可以成功的适应了环境 所以它们的脖子长度 也就是说这个演化的特征的改变 是有方向性的 不断的为了适应环境而去发生改变 后来呢 到了19世纪末的时候 这个用进费推的理论却被推翻 这个魏斯曼这一科学家 他进行了一个老鼠的实验 他养了一批老鼠 那把他刚出生的这些老鼠的尾巴做切除 那长大之后呢 让它们互相进行繁殖 新生一代的小鼠 我再做尾巴切除 不断的重复这样子的流程 做了21代 到第22代书生的老鼠 依然是有尾巴 而且尾巴的长度也没有逐渐缩短的现象 这显示了什么事情呢 显示了后天所获得的形状 也就是尾巴变短 或者是尾巴断掉这样的形状 是没有办法遗传给子代的 那如果后天获得的形状 是不能遗传给子代的话 那这个后天改变的这个特征 就没有办法在世代之间累积 而逐渐形成显著的改变 太多了 这次来会有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